我们现在看一下 他这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做滞后性 政策传导的过程有滞后性 这个滞后性就有时差了 我们讲一下时差了 就是有lag 对 就是说你觉得你 比如说你觉得喝咖啡睡不着 你喝了咖啡到睡不着 有个时差了 叫滞后性 大概就是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以上 也许 那这个滞后性 为什么这一次很重要 因为这里面不是单一个 不是一个滞后性 他其实暗中讲了两个滞后性 几乎所有我看媒体都没有在解读 第一个滞后性 我们先强调原始的概念是 政策发挥作用产生效果 有时差 有这个滞后性 政策升息 就是升息 还有缩表这些 那影响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影响经济活动 影响消费影响投资 这个在实体经济里面运作的 另外一个是金融冲击 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 债券市场股票市场 外费市场这些 还有房地产市场等等 那所以政策效果的传导 两个阶段 第一个先从政策行动 到经济活动跟金融冲击 再来还是从这个 联系到通膨数据本身 那从利率到通膨降下来 这个过程里面 分成这两个阶段来探讨 还有滞后性 这是第一点 那这个产生什么意思 表示说我联准会可能需要 在某个时刻停下来观察 给利率发挥效果 给它发酵的时间 我生完了之后 然后呢 就是说你 我比喻一下 你进去浴室里面要洗澡 要洗热水澡 然后呢 你从冷水开始转 转热水 你一直转到它喷出来 烫到你为止 然后你赶快缩回去 对不对 我会慢慢转 我不会一直转到最大 我的意思是说 你在调整过程当中 这个热水处 有个滞后性 那你可能要观察一下 就像你说 你可能要观察一下 像够不够了 够不够了 对 在微调 对对 那联准会就会产生这个问题 因为有滞后性 所以我不能一下子 转到热水 对不对 整个冲出来 它烫到了为止 我可能就要慢慢调 慢慢调 是这个意思 所以有了这个滞后性 就会产生不确定性 就是从利率升高 到通膨降低 整个传导过程 有不确定性 联准会要评估 要观察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观察会给通膨 缓扑的时间 哇 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 对 就是说联准会 自己都无法估计 我们之前讲的 叫做落后补涨现象 到底有多大 我停下来观察 不再升息的结果 会不会让市场的预期心理 不够坚强 然后开始 各行各月开始 赶快分分落后补涨 调高价格 各行各月重新定价 因为它要弥补 通膨带来的损失 或者它也要跟着 因为预期要涨价 所以它就跟着涨价 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 就是通膨有后座力 它会缓扑回来 联准会如果暂停升息 还是放慢速度的话 就是太早放松的话 会不会被通膨缓扑 这是联准会 最没有把握 要估算的 这个一点 这个没有理论 这个完全就是要 凭经验跟直觉 跟你的那个 什么 线线性的判断 我如果这个时候 就停下来观察 还是我这个时候开始放慢 停下来观察 然后我会不会给通膨 缓扑的时间 到最后我可能被迫 只好继续强硬 那就更糟糕 所以第一个 政策滞后性 第二个是通膨的滞后性 两个滞后性 理解 所以落后补涨的风险 就是我讲通膨有滞后性 为了评估一连串升息 所累积的效果 过早放松 或者过早升息 降息 那可能会让通膨出现 落后补涨率 就是我讲返扑 通膨可能会返扑 然后死灰忽然 前功尽弃 联准会最怕这个 为什么 这个就是上一次大通膨 上一次大通膨 就干过这个事 我们已经升了很高 利率都升到10%了 是不是可以观察一下 升息带来的效果 因为有效果有滞后性 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下来 观察一下 让利率来产生效果 结果糟糕 前功尽弃 利率通膨就一直升 通膨10% 利率10% 通膨11% 11% 12% 13% 一直升上去 上次我们那个图里面 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 从10%到15% 这个过程里面 利率紧追的通膨率没有用 最后利率冲出去 冲到20% 一定要超越 冲到20% 比那个通膨率 14%来讲 超过6个百分点 最后通膨才压下来 而且通膨压下来之后 利率还是超过通膨率 就是实质利率还是真的 这样才能够 保持这个紧缩的力道 结果一个可能性 就是过度紧缩 一个就是紧缩不足 在这两个风险当中 联准会的表态告诉你 他宁可选择过度紧缩 你看 我们如果过度紧缩的话 有工具跟信心来应对 可是如果紧缩 我们要确保 不会换下紧缩程度不够 或过早退出紧缩 这个错误 就是宁可过度紧缩 也不要不够紧缩 所以现在就是 非常的鹰派 因为联准会自己都在观察 他所面对的不确定性 所以晃慢升息速度的条件 不是只有通膨 他现在都再多补一句 这句话就是第三个要点 就是要看金融状况 他说金融市场如果出现剧烈动荡的话 那么也会有系统性风险 这个时候的确可以考虑放慢升息速度 换句话说 现在升息放慢升息速度 真正的理由两个 第一个是因为政策有滞后性 可以放慢来观察一下效果 第二个就是万一金融有不稳定性的话 那可能也可以放慢升息角度 现在有两个真正的理由是这两个 不是金融市场上传的那个 通膨数据放慢 联准会不会管这个 然后经济有衰退的可能 联准会不管这个 然后金融风暴可能管 然后还说什么 基期电高了 所以明年通膨会急剧下跌 这个你到时候再看吧 然后再来一个 说今年10月份的 美国科技股的财报不如预期 所以联准会可能会放慢升息速度 你慢慢等 联准会管理股票吗 对不对 所以真正的理由 两个理由是在这里 就是观察政策累积效果 政策传导的观察 第二个是要看看 是不是出现金融动荡 就是说金融系统性风险 的确他也是要重视 只是他认为应该还不至于 这样而已 万一真的出现金融系统风险的话 联准会真的就可以考虑放慢升息 至于你刚刚提到的12月是这样 他提到说 你与其去问我要不要放慢升息 不如去问高点 这什么意思 假如我要升到一个高点 比如说我一次升三码 升两次就六码 我也可以改成一次升两码 分三次升 还是到六码 我还是要升六码 但是我可以化成三次一次两码 也可以化成两次一次三码 目的最后一样 所以金融市场终于听懂这一句了 所以重点是高点在哪里 利率要升到什么时候 再来观察 做观察 所以有一个初步目标在哪里 如果不够的话可能要继续加 那至少你先到一个初步目标 那这个初步目标 根据联准会所关心的那个物价指数 叫做核心PCE 目前推进到5.1% 5.2%这个地带 如果是全方位的话 已经到6.2% 所以你不管是看哪一个指标的话 过5%是肯定的 那联准会也不如无法掩饰这一点 因为你到时候 那个打通膨没有完成的话 你只好追加力道 还不是一样要回到这里 所以这是个短痛长痛的问题 现在痛一点 如果以后长痛可以少 那不是很值得吗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联准会都不能有痛 不是的 长痛短痛的问题 好 所以现在第一次他提出政策传导滞后性这个概念 然后我再补一句 通膨本身也有滞后性 然后联准会再观察这一点 他怕他太早放慢速度 太早暂停升息 甚至于太早降息的结果 给通膨缓扑 结果死灰忽然 前功进气 对 所以联准会也没有答案 他没有标准答案 他在观察这个东西 我们至少要了解他在看什么东西 好 那基于这个概念 联准会事实上没有准备在太早 就是准备放慢升息脚步 然后可是市场都用 从八月份以后 你看放慢升息脚步 你看从这个开始 上升拉下来 之前的所有拉台都是以为 联准会要放慢升息脚步 然后联准会就一直泼冷水 这一次的话 包括第二次泼冷水 第一次泼冷水是8月26号的 全球央行会议上 对我们有讨论 他整理上一次大通膨的那个 四个还是五个教训 这样子 然后告诉你不能太早 放松 然后所以呢 我们现在 发现金融市场一直在期待 那联准会想一想 好算了 也不要老是打你的脸 联准会现在变相的 一部分满足市场的 那个要求放慢升息脚步的 这个期待 可是另一方面 政策立场也没有松动 改成说我如果要升六码 我可以分两次一次三码 也可以分三次一次两码 最后还是我要升六码 就是升六码 假设就是要到那个利率高点 再来观察 那利率高点 目前就是那个 根据核心PCE的 百分之五点一 五点二这里 所以他至少要升到 百分之五以上 所以现在很多人的预测 就是百分之五点五 到百分之五点七五 这个可能性蛮大的 是这样子 那因为是介于 那个全放位的PCE 6.2跟核心的PCE 5.2的中间地带 是这样子的 目前市场上这样推估 那就是不知不觉 把对通膨的预期挑高了 那个利率的高点 挑高了 是这样子 但是够不够 把通膨打下来 不知道 市场在观察 联组会更在观察 万一还不够的话 只好加 如果通膨真的有下来 那当然大家接待欢喜 所以重点不是 我们预测什么 而是我们先把联组会的 逻辑搞清楚之后 我们再来做一些推估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赞留言 并且订阅华视优选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 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哦